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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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王尼塔在市面上是很普遍的 一个商品来的 所以我突然就说 我要把它搞成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我把王尼塔 变成12生肖 过年时候比较传统一点 华人就是有那个12生肖 纽约就是从那个12生肖 一直cycle下去 对 12生肖猴年发大财 过年的时候每个人就想吃 吃了发财 旺旺 因为这是传统 几十年来都是一样的 几乎每一个家庭 一定要有这个王尼塔 每个都要发 12生肖里面 笼是最难做的 它的那个立体 不用一找 开始我们做的是一种传统的口味 然后昨晚我们就把一些 柠檬的口味 巴嫩口味 还有那个草莓的口味 架面口味加进去的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 自体的王尼塔 好像是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生意兴隆 还有12个换 换到不清不楚 我是在2003年成语 我们的使命就是 Keeping Heretic Alive 我们开始的时候 是先讲建筑的 后来慢慢就做风景画 慢慢也做文化的 好像十二生肖之类 十二生肖 对于我们完全口味 是说很重要 也是文化遗产其中的一部分 每一年有不同的生肖 那个性格 对于我们生肖是很重要 我们要记清楚 才可以做到那个设计出来 今年是猴年 应该要很active 猴年很聪明 我们的猴子的毛 有的是用机器 印它出来 所以那个毛会有一个效果 有毛毛的效果 这样 我们有其他 关于华人传统的设计 就好像四季花 出入平安 招财金宝 这些设计也是很适合 华人新年的 因为我们开始是做Model Maker 是用木刨片做的 木刨片做出来的东西 完全和铁不同的 不过也是很挑战 因为我们的木 全部是原色的 没有三色的 这样我们想要去选 那个木的原色 还有什么种类的木 也是很重要 好像那个海 是有纹的 我们就要选那个纹的木片 第一 我们要做视觉的定安出来 然后一花一点一笔 全部画了出来 然后先取一个出来 然后用手工一片一片 拼合起来 它效果才会出色 我当然喜欢啊 很开心啊 为什么 第一 我的兴趣 我很喜欢做新的东西 而且看到新加坡的历史 文化遗产 也是看到我们的Custom 的满足感也很开心 十二生肖